沒有人在理你 你丟臉還被我拍到 還被我拍 對沒有人理他他是誰 這裡大哥 我不想講髒話不要拍我 我剛從電視台出來 這裡大哥怎麼說怎麼說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那個藝人走出電視台之後 會非常不希望被拍 因為累 真的累得要死 但是剛剛沒有拍你 剛剛完全沒有拍你 你又不是上通告的人 你在累什麼 我在旁邊抱怨的很累 他兩千萬 兩千萬 兩億八億 不是錢是觀看次數 觀看次數 兩千萬然後總共八億 剛剛他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對於YouTuber的見解 其實都不錯 但是那個真正在做YouTuber 他訪問的那個人 只有我的皮而已 我的天哪 他怎麼那麼驕傲 快點快點 然後 在節目的那個老師啊 我不能講誰 他有學到我的肉 他知道做YouTuber的肉在哪裡 結果最後我想說 我沒有人了解YouTuber 竟然有一個 得到我的誰 是誰 是誰 是一人 他真正了解YouTuber 應該要怎樣做才做得好 沒想到 不過他的訂閱是只有一萬三了 他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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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車上車 也回家了 天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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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